无类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小演员了,作为童星出身的他一直以来都是饰演一些古灵精卦的角色,并且虽然只有19岁,但是出道已经有12年了,现在已经有一米82的身高了,这个身高穿什么都很帅了。 仔细看看他的机场,发现他裤子真的是太多了,一天画三条都来不及,但是他穿裤子有个奇怪,就是会把上身衣服塞进来,不信你就来看看吧。 这次机场,上身穿了一套黑色外套,下身穿了宽松的灰色阔腿裤,上衣是由领设计,略显成熟稳重,内搭一件条纹衬衫,将衬衫的一角录在外面,很时尚的穿它方式。 上衣的下摆图在左右两侧,分别有两根布条,作为装饰,整体造型更加了亮点。 但是仔细看一下,下半身的宽松阔腿裤,无为把一部分衣服扎进了裤子里面,搭配脚上的黑色运动鞋。 整体的感觉十分成熟,时尚感十足,再看这一次的机场,无类上身穿着灰红格子衬衫,内搭白色衬衣,下身穿着蓝色紧身牛带裤,脚上穿着白色运动鞋,身上鞋矿了一个黑色的包,整套的搭配十分的学生感,就是青春小男孩即逝感。 仔细看看,无类这次又把衣服扎进了裤子里面,不过无类已经很高了,这样扎起来会显得腿更加的长,这个习惯看来是要一直延续下去了。 再看这次机场,无类上身穿蓝色格子衬衣,内搭白色T恤,下身配合一条黑色的裤子,整套的搭配飞,长的学生气,但是蓝色十分的吸引人眼球,就算是格子衬衫也没有多带影响。 仔细一看,无类这次没有把裤子全部扎进裤子里,而是扎了一半进去,这样的穿法也是十分的心潮啊,果然年纪轻,时尚品位就是不一样。 看过了这几次的机场后,你知道无类穿裤子的习惯了吧,无类裤子也太多了,一天画三条都来不及,但是他穿裤子有个习惯。